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开始呢 我们先用二号的麦克笔来进行打底的动作 这个打底的动作跟女性的角色有点不一样是在于 它的上色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它不需要让这张纸的麦克笔的墨水停留太久 而且让它干得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希望这个稿子的水分不要像女性的打底一样 必须要保持非常的湿 那这样子画出来的线条会比较明显一点 接着我们拿到的是四号的笔 那这四号的笔呢 我们开始把这个人物的角色的基本的阴影给表示出来 一样的我们还是讲求它的速度 所以各位下笔的时候不要太犹豫 而且它的线条基本上不用太多的细微的地方 我们大致把它的明暗对比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那包括它颈部以下 待会还要画它的头发的部分 或是一些衣领的阴影等等 它就可以基本是使用四号大致可以做打底的动作 各位可以看到 我先因为它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可以把它的头发颜色稍微选择比较浅一点 来表现 那同学发现到我通常在画头发或是衣服的细部部分 不会琢磨太多 因为如果说你的笔稿打得已经很清楚了 你就不要太过强调它的细节的部分 我们把它颜色基本带出来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选用六号来强调它的更明显的明暗的阴影的部分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头发的暗面给表示出来 你看我们真的如果说是要做提案或是要做一个快速的表现 其实你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像老师这样示范的话 你可以不超过五分钟 你就可以把自己整张图稿都给上色完毕 那我习惯会在这个背景部分上一层底色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样可以让角色从这个平面中给它凸显出来 让这个画面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那我可以再把刚才的二号再拿出来 大致重新刷一下它的衣服的底色 你会发现了老师通常都不会很仔细的在画这个线条 我刻意的在这个麦克笔的笔触上留下一个痕迹 让它看起来更加自由 最后呢 我再拿出油性笔 仔细的将人物的眼神再把它勾勒更清楚 同时我也开始用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 在画面上头加一些虚线跟杂点 同时把轮廓在标示的更加的有层次感 因为它是男性角色 所以我上头会有一些斑点或是一些杂线 这样看起来这个人物就比较粗犷一点 同学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多尝试一些表现 同时也可以尝试用彩色的方式来描绘 当然灰色的底如果你打得很好以后 你在开始用彩色的表现的时候 是有加分的作用 其实黑白线条要多多练习 那等到你熟练了以后 使用彩色的时候就会更游刃有余了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示范的教学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